阿伯 听到有人来 阿伯从屋里探头望了一望 是区公所客长来熟悉的人探访 脸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一个人独居没有结婚 是区公所光怀的低收入户 高龄87岁 一个人租在这一间不到一瓶大的房舍 租了20多年 一个月租金800元 但是没有水也没有电 他说以前还有 是前几年被断水断电的 从此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 不过为了生活 他收集雨水 因应平日民生所需 而为了防范灯格热 他还会盖上盖子 避免产生滋生源 房子也没有厕所 那可能他大小便 可能就会走比较自然的方式 比如说到旁边的天理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阿公他自己 我觉得还算蛮保持干净的 那另外我们也有叮咛阿公 说因为他有很多的容器 那现在最怕的就是 灯格热跟积水容器 所以阿公他自己 也有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都会把他所有的容器夹盖 对那避免这样 蚊子在里面残软 有决绝或产生灯格热的情形 房间里堆满了杂物 这是他目前活动的据点 因为最近几个月健康出现状况 屈公所希望带他就医住院治疗 但阿伯不愿意 最后只好申请到宅医疗服务 最后是控住至病情了 端午节过后 就大概是五月过后 我们的关怀的人员 其实就有感受到说 阿公有比较暴瘦的情形 然后小腿跟脚底板 脚掌都有浮肿的现象 那我们当时也是希望说 能赶快把阿公去就医检查 毕竟阿公他是有低瘦入户的身份 那至少做一般的检查治疗 应该是不用负担费用 不过阿公就是说 从以前生活的习惯 跟他自己本身的个性 独来独往 然后比较自立自强 很多事都是亲力亲为这样 所以阿公不太愿意就医 客长再度探访 闲聊过程拿出了收音机 这是他每天唯一的娱乐 也是可以经常互动的朋友 高兴地聊聊他的收音机 但是客长还是关心他的健康状况 劝他可以到医院就医 到医院就医的事 阿伯说再说吧 或许是已经习惯这屋里的一景一物 也或许是担心到医院就医 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再回来 老屋老主人培养了无法割舍的感情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昌报道